大約250名身著五顏六色服裝的救生員 在涉世五度的水溫和涉世兩度的氣溫中 暢游萊茵河 目的是證明 德國救生協會能夠應對 全年任何時間在水中出現的各種挑戰 而這項活動也一直是 救生協會成員的一個傳統 已經舉辦了將近50年 每一位參與者都能獲得英美獎牌 以及一杯熱騰騰的飲料 第一次參加的李納茲 Cuzarro 承認她運氣的情況要差一些 這很不錯 有點涼快 和舒適 我給我一回想 第一次 第四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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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次